小跑步 就是要过来 他小跑步前进当中 因为他刚刚应该去工地的什么地方 因为整个大地工程都是干明人建筑师负责 所以他等下要帮我们解说什么 他本来要解说这一场啊 你讲的就很好了 没有没有他讲的更好 这场是 看慧林场 那一场是邱文杰做的 好我们可以演演看那一场 那一场其实他就是用瘦环金布袋系里面的元素 做创意发想的 还有云林的往事 所以他所有结构都是清结构 清钢架 那这个建筑师就是纸教堂的那个建筑师 他是台湾非常 日本的吗 他跟日本一起 因为他是他 在台湾就是他 对就是一起做的 布袋系会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吗 我们有cosplay 在表演的时候 有时尚伸展台 那里面他大概会展示云林 比如说我们在冬天 布鱼子 蛤蜊 文格 然后白虾 所以这里面是时尚伸展台 是那些时尚是食物的时尚 然后里面他也会有很 很时尚的下午茶啦什么 大家可以来这里吃 所以他是有一个餐饮 对 他也会有一个餐饮的地方 小小的 就是我觉得他有六个服务设施嘛 那里面有一个就是这里面 他也会有下午茶 很精致的下午茶 跟那个吗 那个餐桌 那个什么 倒铁的餐桌 是吗 应该不是 是我们这里在地的一个孩子 四桶的芒果咖啡 我没记错了 芒果咖啡那一队很年轻的父亲 他们带是铝外然后回来就不做钥匙了 然后就自己出来开咖啡厅 投留蛮多那个铝外 对对 铝外 对 铝外回来 他告诉我说 他在脸书上面写说啊 我以前在咖啡店里面一个月赚三万块 你就一直念我没有成就 没有发展 那我现在自己开咖啡厅 一个月赔三万 你们说我很厉害 这样啊 他是这样讲啊 因为他们现在 那我记得他们有店 有 那如果说这边要长时间的话 他们有分店啊 对 所以他们这边是应该是我没记错 后面营运应该是他们 就把自己来帮忙一下 对 请问这一天你们的预估容量是多少 我刚刚有大概讲过 我们每一天退估单是一万 一万 对一万人 一万人 那那这里面的餐饮的设施 可以容纳多少人 有我们还有 容纳 大概就是用这样去估算 因为我们很难知道说留了下来留什么 所以我们外面的L圆道里面也会协助服务这种功能 嗯 对 有修品啊 有书品 有吃东西 对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如果像那时候都是那种 就可以拿走 带走 对 那他坐的是 就是大家就随地有这个设施 设施 对对 还是说你们还会有一些设施 有一些椅子啊 什么他还是有服务设施的 有服务设施的 对对对 他们可能跟我们大地工程结束 那我们进入是在小跑步 可是不知道跑到哪里 哈哈哈 那这些一个一个的小白屋是 展示的套 哦 这是充一乐园里面的屋子 密集事物所里面 然后他里面每一个展馆里面都会 就会有一个农民的故事跟影像 嗯 都是小农 小农 小农都是小农 他去拍的人是那个林柏良摄影师 对 都是照片展 照片跟影像 也会有 就是小农 立志小农的故事 然后都是 12不是有小农吗 对也有小农 他们也会 对对 他们有希望 promote更多的小农 我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鼓励小农 对因为我们在propo这12个 他已经很有名了 那还要再讲他们12个嘛 我相信原理还有很多其他不同 小农资的博本被 值得被看见 所以我们本来想推荐 后来我们大概讨论过之后 他们有自己在希望用不同的管道 去找到更多 一起投入农变的人 然后他们会在这个窗盐圈区里面 我就一起讲好了 那个大概就是那个大集业地 就是那个医师务所 然后前面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小农的展示 农民凶爬 对老师想要讲农民凶爬 这件事情 那这个发想跟出动 大概我昨天有大概说过 然后里面 看大家看检介 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里面大概还会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完全一具事物 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飘鸟 跟吸引农民 一起回来 来了 好了 你来啊就是 还讲电话 先小跑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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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昨天看影片 对啊 他本人有没有比较帅一点 帅帅帅帅 因为我们啊 建筑师有很多种 但是他就是属于那种 没有办法讲话 他常去皮案子皮书 他真的他很厉害 是